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鲁笋 还有点砂糖和白芝麻 米酒 蒜头 辣椒 葱 酱油 好 那我们首先要先热锅热油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不粘锅 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的油 只要微微的一点点 让它在锅子和干贝之间形成一个合成就好了 那我们干贝退冰之后 一定多少少都还会有一些水分 我们就把它放到三斤纸上面 轻微的压干 然后两面上面撒一点薄薄的盐巴 这样我们在煎的时候 那个焦糖色才会保留在上面 那我们等锅子热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干贝放下去 先将其中一面煎上色 那切记我们这个干贝 因为它是生死等级的 所以我们不要煎太熟 如果你煎过熟的话 它的甜味会流失掉 那个水分也会流失掉 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边边有开始微微上色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我们要煎到这样子 有深核色 焦糖化的感觉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翻面了 那我们这边煎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把干贝取出 然后我们来处理虾子 好 那我们这边在处理虾子的时候 我们先把虾子身上的壳先剥掉 我们可以把头啊还有尾巴留住 那我们今天选用的白虾 是比较甘甜的 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做热锅 锅子热了之后 虾子放下去煎 尽量火要让它高一点 本身锅子它的厚度比较厚实 那我们也不用担心说 东西放下去的时候 锅子马上会降温降很多 旁边还有一点空间 我们可以把鲁笋放进来 这样子就可以省时间 也可以省能源 虾子也不要煎过手 煎过手它那个肉质就会绵绵的 不会脆口弹牙 好 那我们在同一个锅子内 一样不用洗锅 我们去做它的酱汁 那这里我们有蒜头 辣椒 还有葱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配料 丢到刚才的锅子里头去做烟炒的动作 自己煮的时候 应该可以闻得到那个香气的时候 我们就先加砂糖 我会把那个焦糖色炒出来 到时候整个酱汁的颜色 它会比较亮 好 那我们焦糖色都和那个香味都炒出来之后 我们就把酱油加下去 先把它略炒一下 缩成比较浓稠的酱汁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做组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小短后 见到什么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